欢迎订阅故事业 立成小组 车座 各位 客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你们有吃饱吗 有 有人没说话 台湾人 在问安都先 你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这表示说台湾人 还是本职 合同国人是不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 最后要说台语 还是当然普通话 你应该 本来受的教育是要讲普通话 你知道刚才中立 用普通话 抗议抗议的电话一大堆 今天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有原住民同胞听不懂台语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话 两种人没说 不然待会我电话又接不接 我们原住民同胞应该都台语 我讲慢一点听得懂吧 那就好 你也可以听得懂吗 我讲慢一点好不好 讲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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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听得懂了 来我每一次上课都要经常你问 但是连续两次都骗不过 这次我来试 大家眼睛闭起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你们现在会来上课以前都有 头发过那个录影带 我要问这个事情 你听得清楚 你要听清楚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再讲一遍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手放下来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听一下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国宾饭店 国宾饭店 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如果对的你举手 来眼睛 请站起来看看 听不懂 这一集很奇怪 这一集都没看路影带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要跟你问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 大家都知道这不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问你说证明 我说你拿出你的所有权杖 国宾饭店的所有权杖 你绝对拿不出来 同样的道理 党快来独立 那台湾人 台湾人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请问你 台湾的所有权杖在哪里 各位在哪里 你有所有权杖吗 有吗 在座有吗 没有 你怎么可以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祖先留给你的也不可以 你的房子 你的祖先如果所有权杖没有交给你 那个房子还不是你的 那你今天所住的房子 你所住的房子 可以说是你的是因为你有所有权杖 对不对 是这样说才对 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跟你说这是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住在你们家 那间房子就不一定是你的 只要你有那间房子的所有权杖 应该这样说才对 所以台湾在这个67年来的 中国国民党到台湾以后 他所实施的教育 所实施的教育 已经将我们台湾人的头脑 都从全盘把他洗过去 让你是非不分 对错不分 所以你才会说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啊 选去选择 如果跟你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要选给台湾人 你要选给民进党 这样就选台湾 各位 说到民进党 我一个地方 我要再说一个事情给你听 民进党代表台湾 对的你走去看看 不对的你走去看看 你都这么聰明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不然你跟我说 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是什么意思 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 不对 民进党为什么不能代表台湾 你知道吗 走去 你上过课你不能举手啦 你不能举手啦 你是你是回来旁听的 我跟你说 为什么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 他的党章第一条 什么 他说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 说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民进党的总统 是代表什么 中华民国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下 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宣誓 我要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样 要改变台湾 要把台湾变成台湾 有可能 不可能 全世界没有一种宪法公 推翻自己 你有怕对吗 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支持不对 因为你选中国国民党 跟选中华民国民进党 同一种同一样 一个叫做中国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 两个都叫做中国 事实上就是这样 你有吓他吓一跳吗 再来讲 蒋介石 在课本里面告诉我们 1941年12月9号 对日 抗战 同时他宣布了一件 他说我要取消 不平等条约 好伟大 我请问你 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吗 你认为我可以 你去找什么 两兆同意也不行 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吗 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特别是战争后发生的不平等条约 全部的条约都是不平等的 没有一个条约是平等的啦 那平等的不平等了啦 我借了 他有可能要去定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 谁打赢 打败仗的 投降了 你签的条约一定是什么 不平等条约 南寿教育时我们都不知道 我也同样 蒋介石好伟大喔 对日抗战 讲到对日抗战 1941年12月9号对日抗战 我去把它翻历史 那个时候蒋介石在中华民国所担任的职务是什么 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可以对日宣战吗 可以吗 诶 咱们大家都稍微有设计 行政医党 对日本选择 有可能 你知道美国 美国是1941年 1941年12月7号 日本突袭珍珠港 12月8号 美国国会 开会 罗斯福去演讲 他说写着日本帝国 突袭我们珍珠港 然后他宣战对不对 不对 因为总统 不能宣战 是谁宣战 是国会宣战 是国会才能选择 你中华民国的选择是什么人选择 当时的 中华民国的主席 叫做林申 我没有乱讲话 各位如果你有机会 你如果有机会去台中 中兴新村 有一个博物馆 主席不是 我一天去看 中华民国的印章盖得很大 对日的宣战 我一看 林申宣战的 不是蒋介石 再看蒋介石当时当作行政院院长 所以我们所念的历史都是假的 从头到尾 骗到底 蒋介石没有宣战 再说蒋介石这个宣战 林申当时有一个宣战 他是说 从 他说 日本 向日本宣战 可是上面没有写日期 没有写时间点 可是同样的 对德国 宣战的 德国跟意大利宣战的时候 他又讲 自从 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几点 开始对德国跟意大利宣战 所以理论上来讲 中华民国 没有对日本宣战 因此 日本没有回应 他不回应 为什么 在国际法上 他没有宣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 对这个和平条约 就今天和平条约 没有邀请中华民国跟 中华人民共和国 去签约 你没有宣战你怎么签约 所以我们所有的 都说不对 跟你说 那时候已经流亡了 没有宣战 那后来 在1952年4月28号 因为旧纪丹和平条约马上要生效 美国强迫日本 他说因为当时在1941年的时候 整个中国 有三个政府 一个 中华民国 另外一个南京的政府 还有一个 毛泽东的政府 有三个政府 中国有三个政府 那哪一个去宣战 哪一个要宣战 因为蒋介石当时他是军阀 他当时曾经 在一匹马上面有一个录影带说 我对日宣战 因为他讲这句话 美国人就他当真 叫日本说不然你自己去签 所以以及1952年的4月28号下午3点半 叫日本 来台北的宾馆 和何应钦 去签那个 何应钦叫做什么 签一个台北条约 因为这个台北条约里面 会几十条 从台湾人 似同 眼睛看到 似同 中华民国的国民 夭壽 你知道中华民国 今天 台湾都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 是会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人 那对 你知道这个国籍法 这个人权公约里面有尽情特规定 每一个人天生都要有一个国籍 任何国家都不能把你的国籍取消 我们台湾人 你想想 这个问题还很厉害 你听我自己说 在国制法里面 日本人跟日本人生的孩子 什么人 这样都不敢回答 大家都有讨论 有任何数字请你举手 你也跟着手 回应一下 日本人跟日本人结婚生的孩子是 日本人嘛 这懂嘛 没有错嘛 你懂嘛 美国人跟美国人生的小孩是 你都知道嘛 对不对 我请问你 你的老婆老母还是你的阿公阿嬷是日本人你举手 你的老婆老母还是你的阿公阿嬷是日本人的 请你举手 好 请你手放下 你的父母亲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你听不懂 ok 对不起 我再讲普通 没有 就是日本人跟日本人生的孩子是日本人对不对 对不对 那 美国人跟美国人的 生的小孩子是美国人对不对 这个逻辑你听得懂吗 请你问你的父母 是日本人吗 那你的父母亲是什么人 原住民我知道了 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当时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祖父祖母 有没有 有没有代替日本人去打仗 没有 好 那可是他们是什么人 你去拿你那个户头藤本 上面有写 你的父母亲是日本人 这是日本国籍 ok 现在才知道对 来得及啦 你今天来上课是上队的 ok 老婆老婆 父母亲都是日本人 在座是什么人 请你 日本人的举手 好 请你手放下 你说你日本我不相信 你把你的身份证掏出来看看 上面写什么 中华民国身份证 你把你的钞票抄出来看看 中华民国钞票 你有护照的要你把护照拿出来看 中华民国 奇怪 很奇怪 你明明应该是日本人 可是 你却是中华民国身份证 那个中华民国是怎么来 我生下来 我到了12岁 我户籍事务所 就发给我身份证 就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是吗 各位 问题来了 中华民国在1946年1月12号 正式向台湾人公布 说 从1945年10月25号 所有的台湾人集体集体 规划为 中华民国的国民 全世界上没有集体规划这件事 你要挑选国籍 是要依照你的志愿 你自己计完 你自愿 自己完 从来没有集体规划这件事情 所以 中华民国一发布这件事 英国跟美国 三次的抗议 说的不对 你想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投降 1946年1月12号宣布 这个期间不到六个月 当时 日本 的投降书 还没有签 还没签 日本投降 可是还没有签那个合约 没有签的意思 台湾这个土地 要交给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罗伯 在1952年4月28号 究竟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 我请问 罗伯的条纹 第一条到27条 里面 台湾这个土地 有交给任何人 有没有交给任何人 有没有 有没有 你有看吗 你没有看吗 你没有看过吗 你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这件 和平条女举手 你没有看吗 你没有看那你怎样没有 是没有 但是你没有看 我告诉你不是只有你没看 不是只有你没有看 连中华民国念法律系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看 因为中国国民党从头到尾就是不让你台湾人看 你最好看 你最好看不懂 就今天和平条约 用英文 那个汉文 中文 我跟你说 这几年 才有人翻译出来 才有人翻译出来 你看多亏 就今天和平条约 能够规定台湾的前途 就是在就今天和平条约规定的 变成今天就是中华民国怎么讲就怎么做 从来日本没有把台湾交给任何人 请问 台湾人 台湾人莫名其妙 竟然变成中华民国人 参与还跟你讲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很注意 你如果一句话 你跟美国人说 我是美国人 也是英国人 会通吗 会通吗 现在过来说 你可能要问我 台湾当时 为什么会变成日本的 甲午战争 清朝 那个大清帝国打书仗 所以呢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如果他没有打书仗 割给日本这是不合法的 战争不合法的 是日本切战台湾 中华民国的教育是这样讲的 我请问你 你打败仗 签了不停本条约 本来条约没有平等的 把这个土地 台湾这块土地 割给日本 我们念的书是这样 可是今天我告诉你这一段话 全部胡说八 全部都答错了 听清楚 马关条约在1895年4月17号签的 在1895年的5月8号生效 1895年6月2号交割 其中条纹是怎么写 有看过马关条的请你举手 你有看过马关条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看过 我们大家念的书是怎么样 马关条约 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那这句话 你有念过是这句话请你举手 都没通吗 咱们都没通吗 拜托 我在胸口都要问 看你的反应 你如果说不对 我会跟你笑 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 为什么你看看 马关条在这里 这个有汉文 你应该会讨论 你听得清楚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即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为定立合约 你有看过 是谁跟谁定的合约 什么人 皇帝跟皇帝对不对 是不是 第2条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第3条澎湖列岛 第1条是说奉天 这待会再来说 所以 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 但是 我们在台湾全岛属 上面怎么讲 台湾澎湖 割让给日本 其实是不是割让给日本 是不是 不对 日本跟日本天皇跟港人 是同一个人吗 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 日本是日本的日本政府 清朝的大皇帝把台湾澎湖 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 来我说一个 来你看我这 我有一个驰骑车 我这驰骑车 我这驰骑车 我拨驾 烧打也没关系 打述这个 黄组长 新竹酒的酒店 我这就竟然输他了 那我就办过户 用这家计定车 过后给黄组长 请问 这家车现在所有款是什么人的 是不是黄组长 对不对 对了李举手 这都听到 黄组长 他说我这老了我没开 一家是没老了 我比了啦 年轻 他说我没开 他说我叫一个手机来开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嘛 手机去开 他坐后面 让手机开 现在手机开去弄到人 撞到别人 撞到别人要怎么办 要赔嘛对不对 这个司机就讲说 没有问题你不要担心 我把车子卖掉赔给你就好了 可以吗 可以吗 你这个 这个跟管理切身的问题都挺清楚 当然不可以 如果要赔要卖车要谁卖 黄组长卖嘛对不对 你听我清楚 日本天皇 把日本天皇所属的土地 交给首相东条英姬去管理 东条英姬发动战争 战败 战败 所以首相被吊死 首相死刑 可是天皇有没有事 没有事 为什么没有事 在旧金安和平条约里面 日本天皇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同样的道理 台湾这块土地 割让给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派总督 问题来了 那奇怪呢 日本天皇为什么不要派日本首相来管台湾就好了 特别要派一个总督来管台湾 华山之计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今天上的这一堂课 值回票价 你自己念书你就不一定念得懂 我跟你说 日本天皇是怎么不能叫首相来管台湾 就要派一个总督 为什么 因为国际法上面有一个规定 殖民地可以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 再讲一遍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 可是殖民地可以割让 所以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 台湾澎湖是当时大清皇帝的殖民地 对不对 其实比殖民地还要低一层 叫做拓殖地 为什么叫拓殖地 因为台湾呢 当时台湾的西部 是中国的六个屯肯区 西部是原住民的土地 那原住民的土地 它竟然把原住民土地 一起割让给日本 神经病难怪有一个骗子 叫做塞德克巴来 有没有 你们去看 那些原住民莫名其妙啊 老子在这里活得好好的 你这些外人进来 竟然叫我不能打猎 我就没做成功了 所以有一个出逃嘛 所以反抗日本人嘛 所以日本人叫我打得咪咪咪咪咪咪咪 所以老北亚日本人为了要把那个东部的统治啊 他才去1905年开一个国际会议 来讨论说原住民到底是要怎么这么好 原住民没想到通知是要怎么 所以他在国际会议里面 他就叫美国 他当年住在台湾的一个领寿 来开会 开会结论是什么 因为美国有对印第安人的斗争坚厌 他们开会后 决定说原住民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 只有部落而已 所以他就用建建法给他征服 你知道战争法里面 没有那个建业跟建树 只有一个conquer 征服 所以1905年到1915年 十年的时间 原住民被日本人用警察跟军队完全征服 所以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 整个的台湾整个土地 才有主权的建构 主权的建构在1915年 被日本人建构完成 所以1922年2月6号 有一个华盛顿的裁军协定 第19条 信任说台湾澎湖是最日本的土地 那这个时候又是殖民地 日本教万国共法的条约的规定 从1937年开始实施黄民化 黄民化什么叫黄民化 就是让台湾人改名字 改生活习惯 学日本话 到1945年4月1号 日本田荣在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宪法 民治宪法 按照万国共法的规定 实施宪法以后 让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 特别是这个参战权 参战是 要参战就是效忠 台湾人效忠日本田荣 这样是台湾人取得日本国籍 你听不懂 台湾人的日本国籍是那个时候 这就是日本国籍 但这个日本国籍是 跟现在日本国家有同样吗 它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那时候日本的国家这是什么国家 大日本帝国 我们今天台湾人的国籍是 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国籍 含着日本的政府这个国籍有同样吗 不一样 是怎样 因为在1947年 因为1945年8月15号投降 1947年的5月23号 麦克阿瑟 把日本的宪法修改了 所以 因为波斯坦宣言说 大战以后 日本只有剩下四个岛 北海道 本州 九国 四国 只剩下这个而已 所以 大日本帝国当时的土地有哪一些 北方四岛 北海道 北海道 本州 九州 四国 琉球 台湾 澎湖 还有 新南群岛 新南群岛就是西沙跟南沙 这就是1939年的3月9号 刚时的高雄州已经宣布了 说西沙南沙改名字叫做新南群岛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南海发现酒油 后面的高雄州非常富裕 所以越南啦 中国啦 菲律宾啦 你政喔 没效啦 民政党 如果起来 一定宣布 这是我的 你们拍手欢迎吧 我知道了 你们不是高雄酒的啦 你们分不到啦 但是呢 但是呢 琉球 钓鱼台 也是台湾的 现在先不要说这 我先说这条 他刚才那个马关条要预出来 马关条约里面 第一条 他说奉天 奉天是什么 辽东半岛 那当时啊 清条从辽东半岛 掘给日本 但是以后啊 辽东半岛掘给日子 你知道吗 辽东半岛是 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那当时三个国家出来看他 意大利德国和苏联 No 不可以掘 这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不能割 好 所以 日本 六八 过得没一年耶 马上又签了一个辽南条约 将辽东半岛 添乎中国 由这个地方你会看得出来 这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能分割 不能割让 所以你知道吗 过去全世界 差不多很多地方都是殖民地 都是殖民地 但是呢 有一些国家 他有实行万国公法 就将这些土地 变成神圣不可分割 有一个例子就是台湾 所以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可是朝鲜是不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对 因为在1905年的时候 日本天皇跟朝鲜的总理 签了一个并合条款 这是日本朝鲜的管辖权 可是朝鲜的主权 还是留在日本当时的皇帝 当时的总理身上 所以呢 罗北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后啊 就在和平条约的2C啊 2A啊 日本奉起管辖权 当然朝鲜马上变成独立的国家 来说台湾 地人台湾 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哪知道啊 我为什么知道 很简单啊 所以喔 特色要考虑 古金山和平条约2B是说什么 来 就这张和平条约把它拿出来 就这张和平条约啊怎么讲 2B啊 第二条啊 不是马官啦 就这样 第二条 它说日本 Renunces 放弃 or 全部 right 权力 title 名义 and claim 主张 to formosa 日本政府放弃 台湾所有的 租款管理 放弃租款管理 你要知道喔 放弃租款管理 有管理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义务 还有义务 还有呢 他好像放弃主权权利 所以吉田茂 簽那个就这张和平条的人 他在1963年 写日本 叫The War in Japan 其中的263人说得很清楚 我日本没有放弃台湾租款 我只不过只放弃台湾的租款管理 要放弃租款 可以吗 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说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要看喔 日本米 Renunces 放弃 O Right 你看 A L L 设个英语的人 你怎么设个英语有啊 A L L 要加什么 S 对吧 全部 复数嘛 现在加S 这有加吗 没有加呢 Title 没加呢 没加呢 同样的放弃 我又给你看一个东西 1947年 意大利 的条约里面 1947年的2月6号 他里面什么 意大利 Renunces 意大利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2 索马利亚 同样的放弃 索马利亚 放弃两个 放弃台湾 放弃三个 他减一个东西 减什么东西 Claim 主张 就是说 因为台湾这个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也放弃Claim 主张 但是意大利 它是殖民地 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2月10号 1947年 第23条 意大利 Ren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缴一个东西 Claim 有了 这就是殖民地 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区别 你看到有没有 这这不是三天两天 你们把我拍拍照吗 我这样不认真吗 我这兵台湾的历史 就兵这个 我说比那 那的饭汤的更厉害就是厉害 那不是 特製法 如果用国製法 要改税台湾 的地位 改税四乞 改税四乞 不通 要在那里 五乎四乞 所以我们台湾一天一天 不能生生生生 生到整宝 回到原点了 闹了半天了 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都没人说得出来 你讲不出台湾的地位 你就不晓得 台湾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很简单嘛 好来 你继续看 台湾既然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是我们政府哦 日本天皇的哦 是什么 马关条是割给日本天皇啊 不是割给日本政府啊 你也说那些机关 天皇代表政府呢 我还有证明给你看 东西 在1945年9月2号 你签那个投降书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的外交官 外交部长 叫做崇光奎 崇光奎他的身份是代表什么 在投降书里面清清楚楚写 崇光奎代表 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政府 皇帝跟政府是分开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日本天皇不是日本政府 所以今天台湾的地位 在这个地方 他拆下去就很清楚了 什么人要骗都不可能 所以 我们可以去美国 控告美国政府的原因在这里 你们拍手了 就要用土的 很无趣的 国家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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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用土的啦 这样可以吗 我给你看 你看 这一代的条件 right right和title 看不见 这是证明给你说 台湾这些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 神圣不可分割 索马利亚是 意大利的殖民地 很清楚 我用这个来给大家看 那是本人的 学家来这里想过 哇 我们从来没有注意 所以你要想看 我们台湾 现在是中华美国在管 因为中华美国代替美国 在占领台湾 台湾说 我要进入联合国 但是中华美国 我要重返联合国 美国说不可以 为什么 两个理由 就是 台湾不是国家嘛 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嘛 台湾到底是什么 无国级 对没有错 无国级 那是我们国美国得到的结论 无国级 那我们又说 台湾要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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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联合国 美国说No 你不能举办公投 为什么 是什么 为什么 我自己说 你们这都不对 台湾都不对 你们都没人 时间一个久 时间长久 你们头上都回不了 台湾这个土地 这块土地上面有两种人 一种人叫做好人 一种叫坏人 一种叫坏人 对不对 你这啪啦啪啦 我不能接受 台湾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本土台湾人 另外一种叫做 中国流亡在台湾的难民 这个不好意思 你没想到嘛 两种人要公投 怎么公投 听谁的 你时间一个久 民进党跟你说 不要分化 不要造成那个族群 挑拨族群 夭手很好听 今天台湾 今天的中华民国是 所有的部长 都是他中国人 所有的好康的 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 那些难民 可以住 没钱的 带下去 都要去家 一国的还有万五块 去娶母 很老的也去娶母 结婚以后 还要帮他养老婆 他越娶越年轻 因为我们养的时间越久 台湾人都不知道啊 都没有说啊 人家打牌有一个荣种 你台湾人打牌 要找白糖 就要三拜托四拜托呢 我一天说要拜托呢 可能 你都不知道啊 台湾人都不懂啊 我没有挑拨族群 我只有话讲话 所有的演员 不是很好探机吗 你看看台湾人演的虚 都变成什么 生了比较低的 没底色的 都台湾人去演 如果比较好 都中国人 你看那个现主席的电视台里面 所有 转高薪的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人 你台湾人有贵的 你台湾人生了比较多 你解释 生了比较多 你解释 自己培养一两个 林志玲是台湾人 那是我的生命 因为我叫林志森嘛 那是我的妹妹 我自己认的啦 只有那一个而已 所有的都解释 可能 再来 中国人跟我们台湾人 当作他们中国人 他在口号 在教科书里面 告诉你说 我们是台湾 你们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其实 他从来 没有把我们当作中国人 是我们自己 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啦 你是中国人 笑死人 我跟你说 你又说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你想想看 为什么要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为什么不要日本政府 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日本天皇代表的日本政府 因为那些土地都是他的嘛 但是 1946年1月12号 蒋介石所属的行政院 用一纸公文叫做 截 01297 973号 把我们全部的台湾人 隆重变造 中华民国国籍 由这个时候 台湾人开始 不会超生 就是说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同学都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是外国来的 在1950年 6月25号寒暂爆发 6月27号杜鲁门宣布 台湾中立 派第七舰队台湾巡防 麦克阿瑟 在当年的年代来台湾 将蒋介石安排当时的 王朝廷跟他记录 王朝廷说这句话 因为那人做 新议会的议定 他说什么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是 这句话比较走的为止 还在美国国务院里面 那些国务院里面有这句话 我们现在你过是过什么 我是过美国总统和美国国防部 但是这个国务院 较走的为止 要更是挖中华民工的 所以我们这些 让什么人还知道 让蒋宋美玲 蒋宋美玲 蒋宋美玲 他人也算算不错 虽然我没看过 英语说得很漂亮 你知道那些都地歌 美国那些国会都地歌 受到他的古佛所 他又拿那个 他又做他的 他的那个 故宫那些东西去杀那些人 那有时候 台湾的地区被摔掉了 被蒋宋美玲 把台湾害得很凄惨 好不容易 2006年10月24号 我带2008个人去够美国 刚才够的时候 欧巴马上拍文 他刚才做总统 欧巴马上一辈做总统 他起来说 他开会了 这不是一个人跟我说 有两个单位来跟我说 六个单位 对啊 他说这人说 你到底什么人啊 他竟然 一开始我在当总统 马上就告我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叫那个 华盛顿那些台商啊 来问 说这人什么人啊 他说不知道啊 我还很害怕 我一个个高雷 刚才开始的时候 国务院 没要插话 没要插话 幻疑跟他说 欸你要答辩啊 国务院没要插话 阿华盛顿那些 你不 你再不答辩 到几月几号你不答辩 那我就一早来判定 怕到了 开始答辩 他怎么答辩 夭壮 第一次给他瞎 这是属于政治问题 而且国家免数 我可以不用答辩 你想说我有那些傲吗 我跟教来的 诗诗你知道吗 我想说这是人权问题 人权啦 因为国务法有规定 说国家免数 就是国家不用叫国教 我说这是人权 你美国不是说人权第一吗 我说这是人权问题 因为我要向美国说 欸 我 我跟今天为止 我搞不清楚 我在什么人啊 我没人权啊 我住在台湾 我没有人权啊 人权要不要答辩 要答辩 美国国务院 美国法院跟国务院说 你要答辩 很不情愿就答辩 他衰答辩 我就马上再给他 再给他 再给他 你来给他十二次了 到大概十八的时候 美国捅不住了 美国的国安局 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计代表 我开始找我台湾的祖祭 跟我的电话服务 我也算很厉害 他靠电话服务我 对了 对了 有的人没打破了 我跟你说 靠电话去我家 我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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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 热那一条 用一条 我当然我留一遍 我日本留学 我就跟他说一条 所以我跟他热英语 我用英语跟他说 诶 我等一等一等一等 喂喂喂喂喂 you must 你必须identify yourself 你会证明 你什么人啊 我用电话去跟你告诉我 你是谁啊 我跟他空气在说话吗 他跟我说 这样子 我是谁 你去问世的人 叫我问什么 国传民 丹洞山 不睡好 什么 女儿中没有 哎啦 这四个我只要两个而已 我只要红军和国康民 我就去找他们两个 他又跟我说 国康民当时跟阿弥陀吉 在吉尼说的话 那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跟我说 叫我去国康民说 国康民也怕到了 你知道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我美国跟我说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人就是 美国国家安全会计代表的这个人 在辅助我们的丹人 会带一个人 他跟我说 经过十二次答辩他 美国的电话他打 因为你知道 国康的那是民宿 这个民宿美国就打罐了 你知道打罐啥 台湾六十七年来没国际 再来说台湾六十七年来没国际政府 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 没有国际 第三点 台湾人仍然生活在政治炼狱 我没教他 我想想去国康民 去国康民那美国的国民那不严重 又把国康民说 国康民说 这是国家免数 我不应该答辩 国康民给他博会 你要答辩 你如果不答辩的话 我就叫圆国康民给你判断 这样 佛庄国来十次 来回十次 办一个 听证会 在高等法院办一个听证会 但是到那个时候 教徒例我应该要出店 但是因为我跟美国说 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也没有护照 所以我不能出去 你不愿意吗 诶诶诶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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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照什么 我不能出国愿意 你不良心 所以我跟美国说 诶 这样我 你要 我现在是政治恋意里面 我关于台湾 我不能出去 所以美国怎样说 它就在笑 你不愿意信心 我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 我是在替大家人不愿意出去 所以我们有派人去 华盛顿DC的国康民去参加 砍过来 同样 本土台湾人 听我说不是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不国籍 本土台湾人不国籍生意的政府 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恋意 再来这个很重要的 美国的行政团委要主动协助 援国的要求 第五点 美国 你会听不懂 说这五点 我不记错了 我说国康上所 到最高法院 台湾人从来没有在美国打官司 打到最高法院 像最高法院 给你订一个规定 你的气息 像最高法院那本说明书 是固定的一个机关在自己印 那字体都有规定 印那本五万块美金 只有那本 那天大家都在头上疼 这样要想做吗 我是说 台湾人好不容易 有这种机会 可以打到最高法院 就打啦 没钱要怎样 叫我们的东西嘛 就 开始喝落地了 落地都喝到两个牌 这样大家去挖 几万这样挖挖 去挖啦 去挖啦 对啦 五万块美金是一百五六十万的 挖出来 不然就算是费 自己过去 过去这边 国务院聚了 第一 买开庭以前 美国国务院宣布 公开宣布 放弃抗辩权 你也要打拨 我表示你来的行 放弃抗辩权的意思是什么 台湾那个律师没人看有啦 放弃抗辩权就是说 我美国国务院完全都成任理官国所说的都对 你搞的都对 现在过来就是政理问题了 美国的最高反应 反应高华法官 说这样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开国家安全会员代表的会员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这拉着这个要求 他再加下去 如果国家变成台 台湾的台湾就走出来了 他说这样不行 因为在国家的利益之下 暂时这个案子 不要信 所以给你denay 他用denay的意思 不是reject 不是拒绝 denay的意思是说 待审等待审理 原来最高反应 他每一年心差100天到105天 就要抽签了 我绝对知道说 付费没得到 啊什么时候才会抽得到 最近开始美国国会了 开始在给他接 我告过 2014年 AIT在来欧 要成立的那时 就抽得到 因为怎样 因为美国在2010年 开始主动来协助我们 主动跟台湾民政府说 OK 请你们台湾民政府 设一个办公室 在华顺顿DC 在里面拍手 这个办公室 到现在的位置要再设在那里 现在有人问 华顺顿DC设计是什么 不用钱 要钱啊 要做金吗 里面还有秘书呢 还有上班呢 一秒就来 在座政府交钱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也都没说 不知道哪里来的 所以你跟我问 哪里来的 我不能跟你说 我自己跟你说 7月4号 设办公室 9月8号 在华盛顿四季饭店 给我们基盟一个集会 180个人去参加 其中美国派五个单位来 国务院 国风部 CIA 国家安全会计 跟司法部 这来拍手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代表美国政府 升任台湾民政府的合法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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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有一些忙碌 啥子 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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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就没生意吧 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 我跟他说 这样好 你看没 我就没看到美国 所以没有美国军事政府 我问你 建政法里面说 台湾这个土地 要什么人折扰 要conquer 就是征服者 正学者 正学者是代表什么人 不是美国 是美国总统 征服者 所以美国总部 总统要有 职任来折扰台湾这个土地 所以我说好 不要紧你不要用美国军事政府 你用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在 二人的 报纸的讲究是什么 美国总统占领中 你有看到美国总统了吧 这样看好吗 按照战争法 好 跟这台湾人很累 说起来他看不过 另外一段看不过 他说不得对 好奇怪 你去看 美国对 对于台湾人 很有趣 他在古金山河平地 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 817公报 里面说的台湾人 他用什么言语 你知道吗 The people of 台湾 The people of 台湾 你要反应 反应就是什么 反应为 汉文 反应什么 The people of 台湾 台湾人民 对不对 很好 答对了 但是 在 台湾关系法来的 所说的台湾人 他用什么言语 他用 The people of 台湾 The people of 台湾 你怎么翻 也是台湾人 我问你 The people of 台湾 和The people of 台湾 意思是什么 不一样 你看美国 美国 多恶劣 The people of 台湾 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人 住在台湾的人 你看美国很清楚 把你拆开 所以你还记得 如果你看到 报纸是什么所在 如果你在 美国人寻的 你看美国的台湾 The people of 台湾那是烂 如果The people of 台湾那就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关系法 上面用的 The people of 台湾 这是对台湾好处还是败处 絕对败处 他在保护那流氓的 中国人 所以台湾关系法 有人说 喔 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 保护屁 保护那个中国人 你今天如果没有台湾关系法 有所劲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今天如果没有就这个和平条线 有关的吗 绝对有关的 就这个和平条线 可不可能重写 不可能 当时是50 一个国家签名 48个国家国会通过 不可能重签 所以 台湾人就是台湾关系法 在保护台湾人 所以你暂行台湾关系法 要维持的 我告诉你 你帮忙那个中国人 大家都看不见 杀在欧白幕 台湾人真的杀在欧白幕 看到的气息 现在我说 你不要武器卖给中华民国 现在大家说 这是共产党 你没有武器 你怎么抵抗共产党 对不起 这些武器并不是我 这中华民国要买 台湾人出钱 是美国 军方要买武器 要保护台湾 因为谁叫你占领台湾 所以全世界 没有一个地方的老百姓 说 这么喜欢美国来军事占领 台湾很高兴他来占领 今天中华民国 自己要面子 又想要有理智 他不承认美军占领台湾 他说他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问你 在座各位 你们坦白说 吃牛肉的你拿去看看 你有吃牛肉的 请你手放下 四分之一 美牛不是要给我们吃的 是什么人要吃 是美军自己要吃的 为什么美军要吃 美军要吃两万人 今天 台湾的鸡肉 教育的检验 猪肉的毒素 是北印美牛 高2000倍 布袋你都有看吗 很大鸡的 2000倍 这个民进董跟台南是 土耳民的 国民董就挑战 放消息 好意 为了台湾人的身体健康 不要让美牛进来 所以台南跟民进董就得罪美国人 但是美牛会不会进来 我告诉你百分之百进来 是怎样 这个土耳是他占的土耳 他要入什么是怎样 不能进来 所以 他那种 所谓的国会在董 是 给民进董跟台南去得罪美国人 这谁跟他说 AIT跟他说 其实美牛很简单 你就让他进 你就进一种没有瘦肉精的 他标明 这种有瘦肉精 比较熟 这种没有瘦肉精的 比较贵 你自己买 更何况台湾人 没有人去吃牛肉 我们在座四分之三不吃 自己有什么关系 自己健康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有健康有关系吗 那腿的民进董 我跟你说 所以这些人都没在讨论 好像为了什么 为了选举 我为了你们的健康啊 你们要投票给我啊 今年选举有投票 你拿去看看 今年选举 1月14号有投票的 请你举手 都不敢走 我不相信 我都不敢走 手棒的啦 12月31 我在这个所在 我们的广场 我选择 用青蛙来选择 美国社会告诉我 马英九会赢 蔡英文 80万票 有抗担吗 12月31 我宣布的 开票开了 输了 80万 差千多票 有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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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双方民国这个政权 来管我们 统治我们 我们要赢什么 波罗的海三小国 波罗的海三小 苏联占领 苏联也 办一个 选举呢 选总统呢 波罗的海三小 那人比赢就好 这一两百万人 大家团结起来 没得三成的人去投票 全世界他说 这个投票无效 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民政府 自己基盘选举 这样选举他们的总统 含苏联 就给他赢了 我们台湾人是 中国人笑 笑到要死 因为你如果没那算 他就再跟你说 共产党的什么外交 我跟你说 自己用头脑袖 共产党哪有可能 拿钱 让我们台湾民政府 从台湾跟中国 脱口 他没有脱子 脱到那种形 哪有可能 我们怎么有可能 台湾民政府 是属于共产党的 还是共产党 给你钱 大家不会用脑筋去想 所以 台湾这五六十年 六七十年里面 因为头脑 把他变过 把他童话去 所以一直感觉说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其实台湾跟中华民国是完全不等于 所以你看 布袖 那变中华民国 拜托你把他变成台湾 还是 上面变台湾 你把它变成中华民国 这样就对了 例如 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 对不对 对不对 绝对不对嘛 台湾当时跟我们建国交 台湾退出联合国 对不对 不对嘛 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 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蒋介石代表 去找他 所以你看 现在台湾的这些政敌 气氛 大家都搞不清楚 一直不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三个人 所以你一定会说这句话你都听不懂 我不是我的我 听话你走去玩 我不是我的我 你怎么听不懂 我听不懂 但李永远很得意的 原来啊 做总统就要说 让人听不懂 这样就厉害了 李永远也跟我问 林先生 什么叫做 独立关税领域 你独立关税领域 WTO 国际贸易组织 当时是 蔡英文去签 你问他问蔡英文 蔡英文说 我也不知道 美国把你安排这个 我就去账这个 什么叫做关税领域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知道吗 你怎么不知道 关税领域的意思就是 占领区 台湾这个土地 是美国的 占领区 你知道吗 占领区 台湾是叫什么 叫做分离关税领域 金蒙妈祖叫做独立关税领域 因为 台湾这个土地是要是本土地 所以 有的人 头脑也很好 日本 他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日本人 所以我应该是日本人 所以我就说 告媒这个日本政府 告到最高法院 1985年 结果呢失败 为什么 啊你上課不是说 啊那都是日本人啊 啊我去告哪会告失败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才跟你说你都听 这边听那边过呢 为什么 啊对啦对啦 我们这个日本的国籍是 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今天你的日本政府是意见可以用麦克斯 改变去了 啊你听到没有 所以 那个日本政府 和我们现在说的日本政府 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要回合 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你的听我很趣喔 我又有趣的自己又跟你说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日本国籍你走去哪里看 美国国籍走去哪里看 你都没说是什么意思 没国籍你走去哪里看 日本天皇没国籍 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 没有效忠的对象 日本天皇不用做兵 我们在做兵是 某一个人去做兵 国家的兵就是要向那个国家效忠 因为有叫这个效忠 就有那个义务 他才有那个权利 这国籍法规定 所以日本天皇没国籍 日本的孩子有国籍 当然没国籍 日本天皇没国籍 日本的皇后没国籍 没国籍到没国籍生的孩子 当然没国籍 所以我再问你 没国籍到有国籍的人生的孩子是什么 有国籍 所以 台湾人跟中国人生的孩子是什么国籍 中国国籍 没有错 台湾人跟外男生的孩子是什么国籍 外男的国籍 你有怕到吗 嗨啦 现在外籍是两种做的 那里面怎么 那都 变得有国籍 所以台湾人会借过去 所以你看 外男的人 这中华民国籍要是 和台湾人结婚 他如果说越南新娘 你就要放弃 中华民国 去中华民国没有国籍 他就跟規定说 你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国籍 现在那个外男的人 傻傻 他就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现在放弃国籍的时候 他就放弃越南的国籍 他说他取的中华民国国籍 夭壽才有离婚 现在一个离婚 他说我离婚了 我要回来外男人 要花给越南国籍 不行 夭壽 我们有国籍的人 同币跟人不国籍 叫做流浪 那如果较聚的人 你有国籍法的人 有建政的人你就知道 怎么样 所以那些何瑞元 他我有跟他说 他说 他母是 台湾人 台中人 现在他说 你要拿到我们台湾人的国籍 放弃美国国籍 放弃美国国籍 我跟他说 美国国籍是有 台湾人没有国籍 你如果放弃美国国籍 你又要回家就不去了 所以他怎么 不愿意 我算专家 好处在我们大家 台湾民政府通过一个法律 叫做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我们现在发行身份证 那个身份证上面什么 台湾政府 川尼文这边没得到是因为 在去年的 10月11日 他的相集结 然后他在高雄的 劳工 劳工的什么中心 合表一批文章 他说什么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我跟你说 中华民国 他说 那句英语我就是没讲了 米开头的 他说 这个家伙这个女人在美国骗我们 美国政府送他一支美国国旗 你说 新闻跟我们说他有去美国的国 国防部有吗 有吗 你知道吗 知道你走去看看 保护下来的 保护下来的 我不说你来 保护下来有吗 他有说没有 你都没在看保护下来很奇怪 我跟你说 美国国安局跟我说 蔡英文没有去美国国防部 他只有去 去美国国家智库的办公室 当时有两个人跟蔡英文面谈 他面谈的时候 没看蔡英文 罗外了 我的朋友去跟蔡英文记名 他跟蔡英文说 蔡英文自己说 我夭壽美国国安局有很强 你说奇怪 国安局那些你跟我说的都很客气 因为我跟他说 跟我说的真的都很客气 所有的人都跟我说 我跟蔡英文说有很强 我跟他说 当然啦 当然有很强 你民政党就啥在黑白毛 你较不 美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嘛 对你很强 我们的政党本来是 像台湾而已 但是美国 国安局把我们拿去改 你说你是台湾government 台湾政府 我们不是叫做台湾government 本来是叫台湾民政府 什么用台湾民政府 可以用台湾共和国吗 台湾国吗 台湾国临时政府吗 都不可以 因为台湾民政府 这个主要 是因为 建政法的管理 经过地区世界大臣 去美国占名 占名所在老百姓 要自己生日 台湾民政府 不好意思 我们 怕的都政策 所以台湾民政府 是这样生日的 所以 现在有2000分 上星期 我们的学员 我们的学员 拿这个台湾民政府 发的这个公民身份证 去AIT 签证 拿中外民国的 身份证 不可以 拿那张 台湾公民身份证 拿出来 5年的签证 随后 他问我 他问我都没问了 我没有欧白说 明天 我们 高雄支援 酒店会来 你能不能问 他现在已经有两个 这样 拿我们的身份证去 因为当时 你做那个身份证 所以美国就跟我说了 要比照 波多黎克 比照琉球 让我们用那个身份证 直接进去 因为 美国你把我占名 你要将我台湾人 动作你的命苦 所以 我们可以不免签证 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他又跟我说 上星期 因为美国 国防部 去那个 新加坡 开那个 叫做香格里拉饭店 开一个30国家的国防部会议 结束的时候 飞到台湾 在清华港 来台北 跟我记住 我跟他问说 你会夭壽 你上海你跟我说 那时候 马英九你选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马英九要选报 说 中华美国 付账免签证有吗 他跟我说 叫我跟他说 他吐槽 绝对不过 美国的国家安全 跟美国的事务 没签 我就他吐了 果然没过了 今年的四月二日 我选报了 没过了 但是他上两天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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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敦尼啊 他说什么 记得接过了 免签啦 我就烦恼了 我在开会时 我选报了 你现在害我去 黏头 他说你放心 绝对不够 我说 是什么人才会说 他说你会过啊 你台湾民政会会过啊 当时 在四月时 我们台湾民政会有送五十分的 PASSPORT 去国防部 给他要求说 你会跟琉球同样 要发一个美国 军事政府 承担下的 旅行证件 让我台湾人 要不然我 临志兴 永远 让你关心里面 他说 别急啦 已经在谈判了 两三个月就下来 我拿到 在座各位都有啦 你如果没打打打 我不要给你啦 我们在后边 創一个直升机堂 你有看到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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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做什么 没有台湾人 有一个直升机堂 是怎样 对 因为我跟美国说 我不能坐会计啊 你每一次 你去欧巴马 跟那个司法律说 要跟我们 我们的民政会 这些 干部要见面 我怎么去 因为最后 我们报的时候 报五六个啦 我没在里面啦 他说 你没来没真正啊 你如果没来 我们来那些公公的 你等于说你不承认 你又再过一次 你也要来啊 我买那些可以啊 你来帮我债啊 他说你能申请护照啊 我说我没有护照啊 我不是中国 我没过来 我不用哪去 他说这样 我用直升机啦 所以才做那个直升机 我现在告诉他 当时事实讲 已经建好了 你应该下降 那执行一下降 你又说 如果美国 军事政府没看 那你就说 这太明了 一定会搞 我跟你说 因为 我们这个中间 跟美国中间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美国国旗 甚至 和AIT就没看美国国旗 你怎么知道AIT没美国国旗 你绝对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们就发现美国国国旗 没有了 所以 在主年 去年 去年 我们去四月车八 去AIT 控制他的时候 他批批 他也没生 然后我回到我收了 他就说他没美国国旗 所以在今年的四月 七七 四月二八 古今三好名 升合那一天 哪一天 我们去AIT 送他美国国旗 够我们的天 他就升起来 你也可以去看 你们可以去看信力路 侧门 美国国旗已经升上来 那个是民政府送的 所以我已经知道这些美国人 真的是 灯不点不亮 他就跟你批 所以 所以 我们在去年 2000凶10年的 去美国参加集会的时候 那时候去美国参加集会 他有跟我们说 你来参加集会 我美国军事 占了台湾的旗子 你怎么会没 我就没看 因为我跟你说 就这只啦 这只啦 这个就是 美国军事 这什么台湾的旗子 他把我保证 2000凶14年 AIT 如果完成的时候 这只旗子 一定升起来 跟这只旗子升起来 这台湾人 我相信有很多人 就打开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个月26 我们在全台湾七间 都订了一个伴伴的 有看到你押去看看 都有 有效 七间我 你没有没有看到 你没有买报纸 从来不看报纸 可怜的 你讲得很好 这样我们辽工纸去订的 花了三百万 喂 三百万 喂 那怎么有纪录他订的 你不是说 从来我们台湾民主 从来没有募款 从来没有捐款 怎么有三百万 那一位就来 你如果感觉我都 林书豪 他是这样 我是这样 因为这个比较小的 比较大的 你自己去想 那只就是美国 军事政府 摘得台湾的鸡 所以他给我们保证 金服录有100号 AIT如果要成立 那时候 这只鸡要让生起来 各位 台湾民政 那只鸡 就是 6个鸡 同时 还有一个 原住民 特别行政区 6个 星星代表6个州 中间 蓝色的星星代表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占 军事政府占 那个黄色 我们在亚洲 那个红的 代表 日本 你看就知道意思了 所以这只鸡去日本 这只鸡 在去年12月23 他在日本的香港出现 日本皇宫从来 除了日本的 那个日本旗子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旗子 在日本皇宫出现 我们是头一次 台湾民政府的旗子 在日本皇宫前面出现 这个要拍手 要大力拍手 你有看到吗 你看 等一下刚才好 你们150个刚才站在 日本天皇的头前 三十公秀 为什么 特地安排 你有看到 因为 在18号的时候 我们就从 我们买去日本天皇 寄日本天皇 那些东西 资料已经送去日本天皇 天皇 因为日本天皇 在就这和平条的 第一条米 去让同盟国 已经将他的嘴 打掉了 不可以说话 就这和平的要打掉了 但是 日本天皇 嘴去打掉了 他的头也能有 他能劲头对不对 对 因为我想想 我们现在台湾要主题 又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要怎么主题 要让日本天皇同意嘛 所以我们要求日本天皇同意 所以跟日本天皇 跟他揮手 在那 镜头 向着日本天皇 他给你 我同意 我同意 日本天皇说 我同意 我同意 我就想 这个 跟美国说 日本天皇已经同意了 今年 不是只要让日本天皇同意 我要让日本的 所有老百姓也同意 所以今年 12月20日 我们要派200人去日本 当时 李毅 我们要去 建国神社 向台湾人 三万九千一百的 英灵 参拜 叫他们把我们保庇 当时李毅 那一天啊 我们要去 丁丁的街头 运动 日本 很感动 日本人跟我们说 你们有200的 我要派1万的 1千的 给你们倒三天啦 好 我跟你说 当然没问题啦 这我也知道啊 绝对没问题啦 所以 所以 由于现在开始报名 200的而已 不好意思喔 你拜的报名喔 一个人要高 3万8千 4天 4天 担三天 担的喔 台湾民政院去担担 担那个宿 要担6个天 对咧 我们过年喔 我们去的时候 60天 这个担下去喔 那个饭店啊 用buffet啊 就是制制餐 给我们交代呢 制制餐吃什么 吃那个螃蟹喔 这么大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 巨王蟹 哇我看那个 那些生丸喔 像吃那个螃蟹 都探头回来啦 像一个人的 咖啡喔 我跟他说 他吃6盆的咖啦 他说我都没吃什么 我只吃蜜蜜 日本人没去吃 他也欢喜啊 你们150个 来把 建国神社和参拜 我跟本天皇祝福 给你们吃啊 所以三万倍 实际说祝福的啦 所以你如果要参加的 但是我跟你说 你要参加不行 你要做世宗 我们所有人 都穿世宗 都穿黑色的 年屋代 民政府送你 我们的主席的送你 送你一个金的 的年屋代 那正式的那个 宴在穿的 那个送一条 那个银式的啦 银式的年屋代 现在就开始登记了 开始啊 因为登记不是要参加 那登记要把你们集中登记啦 像周长登记 我哪知道你做一关的 你哪一个周 我就把那个周长登记就好啊 所以喔 我跟他说这很出名 后来 把你的儿子说 东西台湾祖地 的时候啊 你们 老婆你们阿公参加啦 东西都有商品啦 所以我们那个建国生 那一个 很大的 商品啊 大家都在里面 很高兴 我没有 我没有协议啦 你以为我不能去啊 所以我今年无论怎样 我也在清除 我跟美女说你一定要让我去 你没有让我去 你先去把我带去 我哪里外出的 你知道吗 我很出名啦 我不是说 我没中华民 现在 帮楼就黑白 中国人就黑白 吐槽呢 他说我去用金字出境 我缺水啦 我两千空二年六月二到头头金门 为中国头头金门 回到台湾 现在是十几年来的 我从来没有做生意 我要缺什么人的水 所以中华民有一处 内政部 匆匆 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发一张票 什么 台湾并没有被限制出境 叫我出境啦 我跟你说 我如果出境 我给你保证百分之百 我不能回来 他跟中华民说 同样在外面流亡 你以为我肯放去外面流亡 绝对不懂嘛对不对 我肯放去 咱咱咱的是什么 你们这些都共产党 买 超级买 买去流亡 中华民国不买一万 你怎么想不 对啦 我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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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工资很大的 我是希望说 我们的付照快下来 付照下来 我如果下来 大家都下来 我跟你们说 你们应该鼓励 你的旁边的人 使用我们的付照 是你们的身份证 我还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我还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就给你们听啦 一千块的身份证啦 其实我们台湾民政府了解啦 怎样了解 几年 几年 到今年 八五月啦 两千个人申请而已 当然 其他要去办啦 美国的那个公司啊 是国防部 亚卡的卡堡的公司 那个卡堡 欠两个国家做啦 一个欠 欠那个科威特大 另外就是卡堡做啦 我们当时把他们炒肥 我一年可以二十万人啦 结果一年 到现在 两千啦 现在是较低啦 差两千五啦 是怎样 是怎样怎样呢 大家都怕啦 大家都怕怕怕怕怕怕怕 你看看 租中 对啦 我知道租中 我们在开口以后 大家都怕啦 我想说奇怪 这一季怎样 扔这么多人来 你都不怕吗 其实 如果要抓 我先抓啦 为两千坑五年 两千坑两年 到美国跟京都好好站在这里啦 一天就不敢 去角度啦 有什么在怕 在怕什么我就想了 还有很多人 我不要跟你说 就是说 我没有希望说国会 直接跟中华美国提借对抗 你会吃眼前贵啦 近户比说 高雄台中 这两个所谈 因为我去选高雄市市长呢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去选高雄市市长 你押去多少看 没几个你看 这中华美国 媒体看多厉害啦 我去选市长的人 没人知道啦 你看看 是怎样没人知道 我两千坑人去选市长 主要就是 号召 台湾人去顾美国啊 你看选市长 你怎么把你 把你 把你抗到 抗到都没人知道 你看有厉害吗 有厉害吗 高雄市不是休市 没人知道我选高雄市市长 很厉害 所以 所以 那当时两千坑人年到今天两年了 我们越来越大 我跟你说 报告在中华面的国安教堂 这样说 他怎么说呢 因为你们很厉害 你们由无 到有 说我们全都没有 今天有这么多人 有一个匪官 有6家的酸酸车 有这么多人受过分 民进党 国民党都怎么说 我们也办不到 他们说他们办不到 不是33期而已 原住民还有6期 大学生还有4期 有43期的学生 坐在这里上过课 没有包括日本外务省派人来的 我们已经 在这个地方 最高 不过实话很辛苦 这些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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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与大家在背 你们来 高吃饭 高吃饭 高那个 这个 这个农场的民宿的费用 我们这些工资也要高钱 跟你们同样 我们高一半就行 我们高一半合理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说合理的派手的话 合理嘛 我们特地高呢 我们高43期 高你们一半 总理你跟他说 夭壽 我六点都要破掉 有点就对 真的有点 我们吃饭也是高钱 所以你不能记住 我们吃的吃饭 你们高钱 NO 我们这些人 最后教徒你来说 我们有安排终点费 但是我们没人费 没有一个人拿终点费 让全世界有这么空的人 自己来上费 我都只坐台铁 我为上山坐来 这52块 我如果不敢坐太好了 他说时间不够 我就坐家庭车 我怎么坐台铁 我看我们有的人都不错 坐科技 家庭车 当然也很贵 对不对 你跟高雄 你跟说高雄就好了 高雄 我们这些 最后 最后的第一名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明天要给你上货的 我们的副主席 潘良华 他住在哪 住在行村 到现在他没缺席过 他没缺席 我跟他说 拜托 你回去跟您太太说 跟我秘书长 自十二分分的 正义 他跟我说 我太太跟我说 你跟秘书长说 在买离婚了啦 开自己的钱 这吃饭就要再入钱 他都坐高铁了 不然屏東来到这 没坐高铁是要怎样 现在跟这 他又很客气 我是 面皮较高 我跟我们的邮先生说 你来跟他债 他会去跟他债 他呢 很客气 我自己的家庭车 家庭车三百五 要收一座来回 来回就三千 还有家庭车六百 大家把潘良华拍一个手 明知最后你要 要好人听 真的非常了不起 今天不是只有潘良华 我们的总理 我们的教务部长 我们的房组长 我看得到 差不多大家 林组长 大家都这样 我们都讨厌 拍胆 为了什么 因为 我认为说 法理的东西 什么人就没有改变 现在国家和美国的国务院 跟国风部就跟我们说 你们真的是 台湾的干地 我们坚持下去 所以美国的AIT 美国的国风部 美国的国务院 跟中华民国说 这个团体台湾民主这个团体 是按照国际法 你绝对不能用形式以上的处分 对付他们 7点美国国务院 跟国风部 给它保证过5倍 所以 我们二六 七个保证 大大批它顶出来 不然 不然你是要怎样 对 你把我捏嘛 美国在后边嘛 我跟你说 我们选择对他们很客气 我给大家鼓励说 不要去跟中华民国直接冲出 抗比说 车牌 那些车牌都不合法 所以有个人 车牌跟用什么 USM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88 现在这个批摆喔 车牌也好 车也好 在我们高雄 在台中 差不多五六 百台 要去哪里出分吗 都没有 和国附近都看到 走啦走啦走啦 我们的建车 在外面 在台南 警察 扎下来喔 你开嘛 放开嘛 你去跟美国AIT讲嘛 啊 算了算了走走走 我们在那边 那不是全程转播吗 我们的律师 我们的台北区的支部长阿湾 本来是检查官司令的 第二检查官 他做检查官就来在我们家 你知道吗 我们七个检查官跟法官在我们家 受过分 他跟他说 来 来做彼录 那个警察没人敢做 一个截 扭了 扭了了啦 正义 就是正义 什么人就没法自己抵挡 我们不是书 我们不是欧白说的 所有人说的法论 没有一项是假的 你说对不对 对 各位 来自这上海没人是很辛苦啦 我知道 但是呢 坦白说这是美国要求 他要求叫我们分年四千名啦 四千名以后美国才万一种正宽来交行人啦 他说的也有利 我问你 中华民国 马英九 美国派一只只钱鸡 五百万钱给他製造 又来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吗 美国跟他问几个派了 我不敢说准备好了 你和四千名是很基本 要接政策的人 这四千名都是政府官 都是政务官 这样四千名就不够了 所以不怪阿姨动算的时候 日历历历 竟然去做做的 大家都有国民党都在贪务 大家都贪 大家都贪 没有一个例外 所以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 对外面不是学院的部分 对不接受他们的观看 不接受他们的无法 因为我们后面要接政的时候 不能说我给你民政府多少钱 我就要换什么官 你说对不对 对 后面如果贪务 绝对称赞一条路而已 18岁以上的女朋友 我们民政府 免赐赞的一种土 好 诶 你要跟他问几位就来 我不是抗讨纸票 我跟你说一个往来 我简单说就好 我们来 这条政策 我们不要买不起对不对 1年先前千亿 我们的基地 美国军事正咱台湾对不对 我们作给美国 中華民國用我們的基地有付給我們錢嗎 這全世界最不建設的政府 你看校外 社會議 美國的軍方去照他的所在 去停飛機 停軍鑑 要付錢嗎 要付錢 只要我們不知道要收錢而已 我們要收錢他會給他慶祝 這是民政言出的事情 所以啊 台灣很有錢的啦 剛才我告訴你都不記得 南海是我們 南海證明是有一千一百幾個郵政 我們沒收百分耶 後來收到我們來補收費用 因為在193年3月我們已經向全世界宣佈了 那個南海證明是我台灣酒的耶 各位 台灣 總督府 天皇的總督府官司啊 那個官司 夠驚立 沒出銷耶 還得了耶 所以後來日本天皇可以再一次派總統耶 所以我們的價位 台灣的政策後來是我們有參議員 但是這個參議員沒有要選去 這個沒有在這個政權以後 九年 我認為說不用選 要選的台灣人要選對不對 給你選 總議員給你選 跟日本的制度一樣跟美國的制度一樣 總議員通過要上來參議員 免得有些人啊 受到國民黨的教育了 坐下去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就發了 火就發了 就上來種議 通過後要讓參議員 參議員說不對 拿到哪裡 就拿到哪裡 國在很心 你說好嗎 好 來做各位 都是 我們民政府 頭一提出的政務官 所以我們如果有那個高級班 在訓練的時候 你覺得我沒用 你就要來選 訓練 因為這個訓練就是 你跟你講講 你台性你的房子要洗到清洗 你是台灣人你不是中國人 我們要再讓證明 我們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如果不搞清楚 我跟你講 美國絕對不可能 用政權來交給我們 今天美國要拿這個政權 我們要符合美國人的利益 同時要符合我們台灣人的利益 但是美國會說 你要以我佔領者的利益為優心 我佔領者的意志 就是我統治台灣的意志 都也不滿 所以我跟妳講 美女 我跟妳講 馬英雄是沒說而已 但是一定過 那個 土耳民的 台連跟民進黨 真的土耳民 這對美國是在說 中國你不用煩惱 我跟妳講 我再說一次 中國你絕對不用煩惱 絕對不敢蒙我們台灣 我後一口才跟妳講 因為我明天是沒口才 後一我有口 我還要跟妳講比較親密 給妳看 因為我們現在在座各位 來上這個口的時候 表示說妳有望路有看到 不過今天的調查 我是覺得妳沒什麼看 妳可能只看補充而已 妳回去 要去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妳打出來 妳要去煮 大家都要去煮 不會用電腦妳去手 不會用電腦的有沒有 舉手給我看看 妳有兒子的妳會的 我跟妳講 妳如果沒有電腦 叫妳的孩子幫妳教 妳要去台灣民政府 民政府的官網給她出來 畫面給她出來 要去台灣民政府的官網給她 去煮菜 這個煮菜我給妳講 很簡單的 要怎麼煮菜 很簡單 來 妳有沒有看 台灣民政府官網 那有煮菜兩隻妳有沒有看 煮菜它點下去 好 點點下去 點下去 這個地方有電子郵件的地址 妳的電子郵件把它打下去 密碼 跟那個重新 重新建入密碼 這兩個拍的都一樣 妳幫妳洗眼看 妳會用什麼密碼 那問題有嗎 1加1等於多少 1加1等於多少 2 等於多少 2啦 這簡單的妳也拜託1加1等於1 這個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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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妳這樣 所以特別我跟妳講 會用比較簡單 結果1加1等於2 很多都答錯了 看妳的夭壽 看妳的夭壽 看妳的什麼 1加1等於2 我跟妳教小學生 1加1等於2 這就打一個2 妳可以註冊 這樣 這樣 妳如果沒有註冊 我先跟妳講 因為註冊之後 後來妳在上面 都可以發表妳的意見 我們有兩個 有三個網站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 內閣的網站 是台灣Cible Government 那個.nimg.com 這是usmgtcg.nimg.com 妳補壽也上面有什麼 妳自己去看 這樣好嗎 好 今天呢 看這個地方繼續 妳等一下 去樓家 有點心 妳交那些錢 要吃九分 但是我跟妳講 有的人收分 三天雞三公斤 加油 但是現在天氣太大了 可能吃得不好 如果冬天差不多 三天三公斤 做妳們雞 我是不愛吃 因為我已經有夠大口了 今天呢 苦要送到這裡 明天呢 7點起床 6點起床 7點吃飯 妳要睡一晚沒關係 不要吃飯而已 7點開始吃飯 8點最苦 這樣好嗎 好 明天最苦 要送到明天才10點 這個最苦 這個 這個 我們房間是沒有冷氣 但是有電風 我也是都這樣 今天是 憑我們國際的福氣 第一次在這裡鄉修 就有冷氣 但是我也是 冬 冬冬冬 如果普通 因為我們有你規定說 如果在這裡鄉口都要穿西宗 所以骨子軟 我們都穿西宗 因為這是一個形象 我們不要 你知道我們去外面去奔冬 那炒菜要怎麼說 這人都穿西宗在奔冬 那我看 那我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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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都說的 都真的 蔡西亞 黑尼桑 黑尼桑 都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在外面 我們很注重我們的福祉 日本人 我們這邊 六月二三 辦那個 中央內閣會議 CIA 黑尼桑 他說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你們在這個台灣 這個土地上 中華民國的 國民黨 好民進黨 請你們這個團體 這麼多 黑尼桑要害 我沒有騙 所以我們來保持這個 因為我說 我們不是只給黑尼 我們後來不會貪污 大家要建設一個 像瑞士一樣的 亞洲的瑞士 好嗎 謝謝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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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